那么这些动物性食物这么多脂肪胆固醇 只能没有心脏病才怪 那近几年科学家有一个大发现 更进一步的确定 肉蛋奶乳制品会导致心脏疾病 哈喽 你好 我是一仙 欢迎来到一仙涛频道 健康是一种选择 No Health Note 我会通过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 科学健康养生 那么心脏病非常地普遍 普遍到大家对这个疾病都麻木了 但我还是想给大家念一念这个数据 先看一看我们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CDC的数据 2021年美国约有695千人死于心脏病 意思就是说每五个案例 其中一个就是死于心脏病 然后每33秒就有1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从2018年到2019年 心脏病每年给美国造成2399亿美元的损失 这包括医疗 保健 服务 药品 还有因死亡导致的生产力损失 我们也看看新加坡心脏基金会 Singapore Heart Foundation的数据 每天有21个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然后可能是心脏病或者是中风 然后心血管疾病占了2021年所有死亡人数的32% 这意味着新加坡将近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 就是由于心脏病或者是中风 大家可能会想 这些都是先进国饮食太过富足 才会有这么多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对的 你的推理很逻辑 因为如果是富足的食物 你就不会想到蔬菜水果 你一定会想到大鱼大肉 那么这些动物性食物这么多脂肪胆固出呢 除了没有心脏病才怪 但近几年科学家有一个大发现 更进一步的确定 肉 蛋 奶 乳制品会导致心脏疾病 这个大发现呢 就是一种叫左旋肉卷 L-carnitai 还有就是散食性卵磷脂 然后左旋肉卷呢 是一种大量存在于红肉 或广发用于能量饮料的复合物 它经由肠道细菌代谢后呢 转化为一种围堵塞动脉的物质 叫氧化三甲胺 英文呢 说起叫TMAO 我自己在研究TMAO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一点复杂 所以我想尽量的简单的举事这个概念给你们了解 因为非常的重要 我就讲一个老王爱吃肉的故事 然后老王呢就无肉不欢 餐餐都要有肉 吃两桃菜都咸多 但老王呢很爱美 又很注重身材 所以多吃肉也不会胖 因为他每天都上建设房 还特别每天喝牛奶补充 钙质还有蛋白质 然后想要让肌肉和骨骼长得更好一点 然后老王的老婆王太呢 和老王就相反 无菜不欢 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身材呢 微胖都还没有老王的身材好 所以老王呢 每天记下他的老婆 吃菜越吃越胖 打不如像他一样吃肉来得更健康 老王没有三高胆过唇水平 也喝漂亮 外表看起来老王的确是蛮健康 但老王不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肠道菌群 慢慢的产生了最大的变化 慢慢的酝酿着一个悲剧的发生 他每次的一口肉 蛋奶 鱼还有乳制品 里面的卵磷子就会被分解为胆碱 Clorine 然后呢 肠道就会代谢胆碱 释放三甲胺TMA 同时呢 里面的左旋肉碱呢 就会被转化为 一个叫 Gamma 丁内胺炎 或是Gamma butrin pertine 的一个物质 然后呢 经由肠道菌群 转化为三甲胺TMA 三甲胺在肝脏氧化呢 就会成为氧化三甲胺TMAO TMAO是一种会阻塞动脉的物质 然后老王呢 还不知道的一点就是 他只要一直吃很多动物性的食物 他的肠道呢 就会产生更多的 是肉碱的细菌 这会让吃肉的人体呢 更容易形成TMAO 这个恶性循环呢 就是吃越多的肉蛋奶 越多TMAO 就更容易引发动脉堵塞 相反的 王太是素食者 所以呢 将肉碱转化为TMAO的能力呢 明显就低很多很多 有一天呢 悲剧终于发生了 老王忽然呢 心脏病发被送去医院 发现很多动脉严重的堵塞 这是没有要老王的命 但他一直是想不通 像他一个看起来很经常又有健身的人 为何会有心脏病 经过医生的解释 还有上网查询呢 他才了解 原来我们的心脏有一个敌人 叫TMAO 老王大难不死呢 从此就向老婆学习 少吃动性的食品呢 多吃蔬菜水果 所以呢 他现在也在慢慢的走向健康之路 总结来说呢 只要我们吃含有肉碱 还有软磷酸的那个食物呢 他就会经过肠道的代谢或转化 再由肝脏氧化变成氧化三角 TMAO 它是一种会堵塞动脉的物质 那么动物性食物如肉啊 然后鱼啊 蛋啊 然后乳制品啊 和能量饮料呢 都含有肉碱或软磷脂 所以呢 吃越多生成更多的 适肉碱的细菌 就会产生更多的TMAO 动脉堵塞的那个情况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要保持心脏健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少吃动物性的食物 还有能量饮料 好吧 今天也聊得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或电邮给我 我和我的元气顾问团呢 会一一的回答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 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或得到某一些启发 希望你能为我点个赞同时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你可以到我的IG或我的Facebook 看看我的热肠 祝大家健康快乐 美丽每一天 拜拜 老王老王 你以为你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 只是减少TMAO吗 你知不知道你的肠道菌群 正在天翻地覆的改变 你正慢慢酝酿一场 健康好运 如果你们想知道 他的肠道菌群怎么改变 结果会怎么样 可以给我打上肠道菌群 我再告诉你老王爱吃菜后的故事 川岸